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即将上映的电影 由真子丹自导自演的特殊身份 马上就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那么这部电影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风波 我们真的是希望好事多磨吧 这部影片名为特殊身份 而真子丹在影片中也有着特殊的身份 一人身兼演员兼制动作导演三职 作为演员的真子丹号称奉献了他从影以来最薄命的演出 打戏堪称全权到肉 对 那个回旋踢丹丹的要求就是我踢掉一点 我把我这个自己的高度踢到最高 就是降下来我完全没有看出 所以那个脚就踢到丹丹的头上 前几天我演过电话 我可以停留在叶文这个阶段 我可以继续拍叶文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演艺艺术没有责任感 同样的对观众也没有一个好的交代 所以叶文之后我都不断地去请教一些新的演法角色 身为功夫明星拍戏受伤对真子丹来说是家常便饭 从来不会皱眉头 可是当监制却让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浮了软 每天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真的多得很 真的一杯咖啡可能都要你去参加那个意见 多时候都以为自己误入错 好了